收到 hearings proxim occasion 今遇到 當時寶珈 誰才是航珈 我是丁靜瑜 今天來到棚內的 這對母女黨 讓我發現其實 母女之間 不一定是長得像而已 我發現連好演技 都可以遺傳 因为妈妈呢 在台湾有许多知名的 戏剧代表作 演什么像什么 结果没想到这个女儿 才出到一两年 我已经被她的演技吓到了 一点都不像新人 不过从她母女之间的互动来看 就知道平常在家里 妈妈应该是教女儿 蛮多东西的 对啦 严格来讲就是妈妈 好像有点喜欢控制女儿 但是女儿也不甘示弱 所以待会我觉得会非常精彩 有宝物故事 有火花 还有母女之间的那种情感交割 我们待会一起来看 先来介绍我们的 超强大鉴定团 大千点精品执行长 秦思琳 秦老板 大家好 珠宝社及艺术总监 廖文良 廖老师 大家好 还要来欢迎我们 台湾演艺圈最美丽的母女党 梁又南 方琪 哈囉 美少女好 谢谢 是好了 姐妹从哪里来的 是 我跟我姐姐从永和来的 是 这个 这个妈妈真的是 我觉得人家怎么每次 弟子在诬陷又南籍有控制狂 根本没有 我真的没有 不是 我跟你说话 姐姐你来 我们家库 不要说一个月 你三天你就可以知道 什么是控制狂了 真的吗 就是 你就知道她多会控制人 你看 现在是她推我 是她控制我 那种肢体的那个 肢体的之间 你们有点肢体交流啦 好痛 你会打败包沾线 你不要再捏我了 她就是 因为你知道她是演员 她是资深演员 所以她在外面要做得很好 你是资深演员 你是资深演员 所以她外面就是演得也还不错 这样子 你知道他们两位喔 因为刚刚我们还没有开 的时候 他们两位那个火花就非常激盪 我们那时候就一直讲说 佑南姐啊 我们动口不动手 后来我发现没有 女儿就一直 一直抓 有没有 我在抓她的手 她刚刚速度已经要这样子 就可以看出 其实啦 我说实在你们两个在家 那个互动是很好的 你说吵架的互动 还是打架的互动 应该都有肢体啦 还有那种口语上的 我相信你们其实平常感情 是很好的啦 像丑人吧 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女儿 我自己有两个女儿 所以我懂那种 如果女儿有点怕妈妈或怎样 是不敢这样硬脆硬脊 对吧 跟你讲我女儿是不敢 这样跟我讲话的 没有 我跟你说 我是在外面敢讲 我在家不敢讲 因为我知道在外面 我尽量跟她说一些道理 你剩下有把她当套商讲更多 在外面的时候她不敢 就是她让她顾有形象 所以她不敢回我 骂我干嘛 可是在家里面我就不敢讲 因为在家里面没有 其他人看的时候她就是 我骂 我只要跟她说一句说 妈妈 我觉得你这样子不太好 她就说四五句回来说 我是妈妈 你怎么可以指责我 我觉得今天会有很多的爆料 跟很多的一些情况 需要让两位爸爸们 就是那种局外人来看看 到底谁说的比较有理 我回到家我会很喜欢 我是那种每天我到现在 我已经27岁 我都还是可以每天回家 就是我说我想要抱一下 爸爸妈妈那种 可是妈妈就是那种 我只要一靠近她 我会一直这样碰到她一家 不要碰到我 只说了还碰到我旁边 那就表示她跑过来 我老公必须离开啊 我觉得今天会有很多的爆料 跟很多的一些情况 需要让两位爸爸们 就是那种局外人来看看 到底谁说的比较有理 没有 我刚刚一感觉 我就非常地羡慕 刚刚那个就是老少讲到说 就是我们感情可以很好 这就是全是我 我 你的功劳 谢谢 我的功劳是不是我的功劳 因为我真的很害怕 没有 因为我没加好 你才会这样讲 就是那种我回到家 我会很喜欢 我是那种每天我到现在 我已经27岁 就是一定要托诺你27岁 我都还是可以每天回家 就是我说我想要抱一下 爸爸妈妈那种 可是妈妈就是那种 我只要一靠近她 我会一直这样碰到她一家 不要碰到我 我曾经有尝试她在睡觉的时候 我过去跟她一起睡 我才刚碰到她 又难姐 我还在碰到我旁边 几岁了 还碰到我旁边 那就表示她要靠过来 我老公必须离开啊 你不生气吗 那些你老公还没来 我怕你冷 我去陪你睡好不好 我这么热的天气 我没冷气 所以已经热死了 你还要抱我 我说实在又难姐 因为我27岁的时候刚当妈 就是刚结婚 刚当妈 我真的想不起来 我跟我妈这样子 很close的抱她的那种 是什么时候 我还蛮羡慕你的 我随时都可以抱 你要知足 很棒 这对母女要知足 我委屈一点 我委屈一点 你们这样女儿 我跟你讲 这边有一个女儿奴 这个爱女儿哀到不行 我跟你讲 我到我现在跟我女儿出门 我们都是食指紧扣 其实又难跟方琪两个呢 我要做一个见证 是 她们现在呢 虽然说火药味很强 这个完全都是为了效果 我跟你讲 去年的十一月份呢 因为我 我们那个佛轮社呢 赞助了伯利欧家园的 一个路跑活动 一大早 我们几点到那边啦 四点五十 四点五十在那个地方 又难 这是女儿 又难跟女儿 那么早就来了 你知道我们从台北 要几点就开车下去啊 对不对 我们前一天就下去了 你前一天就下去了 我那一天晚上呢 两点半我就出发 结果到那边就看见 佑南跟女儿 还有陈子强 大家都到了 这个路跑活动 天都还没有亮耶 这个有拍照 天都还没有亮耶 真的 但是你看母女两个感情那么好 哪一个女儿会陪妈妈 一大早去那边跑路跑的 两个还真的下去跑耶 老师我跟你讲 这就是她不懂事的地方 因为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路跑 而且我年过五十 才参加这种马拉松 因为我后来才开始喜欢运动 那她跟爸爸已经在家 就是他们每天这样去跑 已经好几年了 对 我第一次耶 他们一直引诱我 百般的引诱我 叫我去运动 我都不要 我这一次是因为是公益嘛 我就去 她既然这么有心 她为什么还要赢我呢 她可以给我一点面子吗 这个妈妈不喜欢输的感觉耶 对 你可以赔不可以赢 因为我还没出发 记者就问我说 佑南姐 七公里 你大概多久回来 我也不知道 我说 对不起 你可以给我一个半小时 我一定回来 我一定回来 然后记者就说 一个半小时 七点开始跑 好吧 那我等你 我心里在想 我希望一个半小时 真的可以回得来 然后呢 主办单位就很无聊 跑来我耳朵旁边 跟我说 梁浩南 你要当领头羊 我心里想 领头羊是什么意思 她说 就是要跑第一个 我这么单纯 蹦我就跑了 我一直跑 我不敢回头 我还不敢 我一回头 刚刚那些人又出现 我跑了 跑了好久之后 我发现怎么都没有人 我才把速度放慢 对 然后跑到折返点 3.5公里的时候 我还没到 她已经回头了 她多么有 有那个爱心 在对面就喊 梁浩南 妈妈加油 哇 全部人都知道你在 对 然后我就把你进 然后我一看她看 我就这样 女艺人的形象 还是要顾着 结果我是大概 51分钟回来 然后我在想说 没关系 反正就已经回来了 可是她真的超有心的 她跑完 就是报道之后 搅完那个金片之后 她就说 她要回去门口等 那爸爸也回来了 爸爸就说 你妈妈半个小时以后 才会回来 但她就不理爸爸 她就出去 她出去门口 大概两分钟 我就回来 对 因为我想要帮她记录 因为这是她第一次 跑这种串马拉松 我就想要帮她记录 她回来的那一刻 就刚好记录她 她从那个弯道回来 然后我就很感动 她还跟我们友 我做到了这样 对啊 那时候就狂哭了 我就觉得人生 五十一岁了才开始运动 然后第一个七公里我跑完了 我没有要得名 我只是要证实说 我有心我可以做到 所以回到现场就是 找到老公找到女的 就拥抱 一起完成了这个梦 已经就是奥运金牌的 这种兴奋程度耶 就是 好比拿到奥运金牌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看到我的时候 我就讲了一句 我只会这一句的英文 但是那种母女的感情 表露无遗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今天这对那么可爱的母女来 我也很好奇 这么多琳琅满目有表 还有项链 到底是谁的东西 我们一件一件慢慢讲 然后边让你们 好好地来聊一下 你们之间的保护故事 还有母女的故事 因为第一件宝贝 我觉得看起来蛮古樸的 不太像是女儿的东西 对 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大有文章 大家看到这个 他年纪比你我都大 我公公当年要从河南 逃出来的时候 他妈妈手上 拔下来给他的 那我不知道他值不值钱 但是这对我们来说 有点像变相的传家宝 是 然后公公那时候 当然就送给婆婆嘛 然后我婆婆那时候 就给我了 三个媳妇她也只有给我 是 是 是 算是一个代表家里的传承 对不对 而且你们家有三个媳妇 她只留给你 对 那你在你婆婆的心目中 那分量很高啊 因为其他人拿金嘛 所以我就拿这个 是 是 所以这一点就又不公平了 对不对 没关系 因为我拍古装戏 这个用得到啊 我飞龙在地的时候 带这个好多人 问我在哪买的 是 这个是一个漆器 它是一个木雕的 这个手镯 但是它是上漆 所以它是一种漆器 一般而言的话 它是一种 就是有一些节庆的时候 才带的 就还拿来拍戏也可以带 是拍戏带 我觉得还蛮 蛮能够搭配的 很古服啊 然后我又是一个 那个有钱人家的那个夫人 我想说带子还蛮漂亮 对啊 而且又是 等于是 就像你讲的是一个 船家宝 对的概念 所以要好好的留着 是 对不对 请问一下 你公公从大陆河南来嘛 他是怎么来的 搭飞机来的 坐船来的 坐船 坐船来的 那他来的时候是 带了很多的金条吗 没有耶 都没有啊 他是逃难来的吧 对他是算逃过来的 可是他的家人没有过来 只有他自己过来 那这段历史是婆婆告诉你的 公公说的 公公说的 是是是 这个 这个常常有一些 就是老的外省的 这个爷爷 都会讲一些故事 那这些故事的这个真实性都不高 怎么说呢 没关系 我婆婆不在了 她不会伤心 她也没有杜钻什么的 不是 怎么说呢 第一 因为你想想看 一个年轻人 他这个 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甚至他不知道要去哪里 对 比如他母亲给他两个镯子 他戴着 这个镯子很快就 断了 或者就不见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很脆弱 对不对 很脆弱 你放哪呢 没地方放 对不对 你知生寡人 你去逃难 你不可能拿一个保险箱 对 所以他流存的机会不大 二点我觉得 他没那么老 他没那么老 我觉得他年纪 不会比爷爷大 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 所以 但是他是一个雕花的 中国古典的木手镯 这是真的 这是确定 那爷爷为什么这么讲呢 他有可能 要跟奶奶说 你是唯一的 你是很重要的 你看我娘要出门的时候 我娘送给我 我都送给你了 事实上 从大陆逃出来 什么也没带 那全凭一张嘴 老婆都是骗来的 终于揭开这个世纪谜底 所以所以感觉上 不是老贱 那奶奶听了以后 他也认真了 他也认真了 那他把黄金的手镯 给了你的嫂嫂走离 对不对 他没了 他就给你木头的 木头也安慰你 这是传家宝 就有这个 就代表这个是衣钵传人 你也开心了 对不对 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如果不够钱的时候 黄金会卖掉 我不会卖掉 因为卖不出去 所以就有纪念性了 真的卖不掉 那纪念品是不是 这样讲我更重了 那我们也来评估一下 这个纪念品 是... 到底价值多少 好不好 好 来我们母妮其函 请见价囉 好 请见价 一千元 你是说什么币 台币 台币喔 台币喔 这个其实 这个算是一个益品 你不用做效果耶 你跟我讲一千元 怎么可能呢 但你出了这个门 没有人保证 生命有危险 你知道吗 我没有说这种话 我没有 对他可以说 对你我不敢 是...这个 美恩 佑南 情绪稍微和缓一下 你是我心仪的对象 你知道吗 拍这张照片 我多么珍贵啊 你知道拍了这张照片 因为我以前就很喜欢看你演戏 然后拍了这张照片 回来之后我就写了一首词 真的假的 因为我们是在南方见面的 又见南方一抹细阳红 黄凉一梦 冬离把酒黄昏后 连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优雅一点 不要这样好不好 但是真实的情景 我就不知道了 像刚刚那一种 秦老板我告诉你 你小心喔 等一下出去 那就破灭了 也是演戏 也是演戏 演戏 你知道演员很容易 随时上升 但是我说的这个叫价格 不是价值 是 但是如果就凭了这两个 木手镯 就能骗一个女人回来 这个价值太高了 这价值太高了 才会有你先生 对不对 才有邦琪 才会有妈妈 对啊 来 再来下一个 是个金戒指 谁戴金戒指啊 这不是方琪的东西吧 这是我的 这是他的 这是我十八岁的时候 我阿嬷 就是我妈妈的 我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对 外婆 那而且就是 我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但是只有我有这个戒指 那单指我们家来讲 我还有哥哥跟弟弟 但是从小阿嬷就是最疼我 可能我觉得阿嬷看得出来 妈妈她这个人 比较重男轻女一点 所以呢阿嬷小时候 觉得我比较可怜 阿嬷小时候真的 对我很好 然后这个戒指就是 阿嬷她偷偷去打 打这个戒指给我 然后跟我讲说 琪琪啊十八岁生日 就是只有你有 你要好好的收好 隔壁都没有 这是阿嬷 就是送给你的祝福 希望你要平安长大 其实这有一个那个 我不想讲 会有点酸酸的 就是老人家 送这个时候 我妈妈还没有失智 我妈妈现在失智 那时候我妈妈送她这个时候 我妈妈就讲了一句话说 她说 以后你结婚喔 阿嬷可能看不到啦 所以就先送你一个这个 这样子 好感人喔 祝福你以后会很幸福 然后平安健康等等 妈妈那时候讲这话的时候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 是酸的 那当然可以啊 她可以看到她结婚 可以看到她生小孩 可是妈妈那时候 就是怕这些 可是像现在妈妈失智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我妈忘记我是谁 我哭到不行 然后我就一直说 琪琪那你跟阿嬤讲话 看阿嬤认不认得你 对 那阿嬤是一下认得她 一下不认得她 就她也哭 后来我记得那一天 就是事后 我们再去看我妈妈的时候 她就突然跟我妈妈讲起来说 阿嬤你以前有送我一个戒指 然后我妈妈突然回过神来 问她说 她说没有没有 我只要跟你说 那个戒指很漂亮 我就 我妈妈那一剎那 她又正常 所以 刚刚讲的这个事 我就突然想到 那个画面就是有点 所以说你看美好的时间 她不会停留 对不对 当你像阿嬤她就有先见之明 她认为说 有一天孙女要结婚了 恐怕她不能参加 她有这个想法 或者说她真的身体上面 可能有些问题 不过呢 如果我们去给她 提醒一下 她可能就会 就会突然想起来 对不对 然后阿嬤送你的是金戒指 对不对 其实中国的女性 尤其是传统的 大部分都是重男轻女 那能够重女轻男 就表示读过书的人 可能也是因为阿嬤 从小就看我长大 就知道妈妈已经重男轻女 她觉得 这个女生太可能 不能再给你这样 所以她才对我特别好 对 幼男姐要帮自己澄清一下 真的有重男轻女吗 重重的爱她 轻轻的爱男生 因为我只有一个女儿 我当然是把最好的给她 然后对她也是付出最多心力 对不对 你看现在全身都我出钱的 哪一样是你出钱 没有 哥哥弟弟就逆战的 你跟金钱 妈妈在金钱方面 对三个人都很好 但是在那种爱的部分 她就是很明显有 精神上 落差对 精神上 我就举个例子 就我之前也有在别的节目上面讲过就是 弟弟去当兵的时候 妈妈她就是 没有办法送弟弟去 因为妈妈那天要上班 妈妈那天要工作 那就是我跟爸爸送弟弟去集合 然后妈妈从头到尾跟我用手机 连线就跟我说 弟弟现在怎样 她现在到哪边了 那你可不可以拍一张照传给我看 然后我拍一张弟弟就是 你光头的照片在那边跟人家集合 准备要上车去搭去那个营队 对 妈妈她打电话跟我说 清清 知道吗 我现在休息时间 我躲在角落 我一直哭 我没有办法去送弟弟 我觉得很愧疚 而且重点是弟弟 不是当一年兵 弟弟是当四个月的兵 然后妈妈她在哭 这当有什么好逼我不懂 你不能这样讲 现在已经哭了 她已经退伍了吧 我跟你们说 她退伍了 她到前幾天 我跟爸爸跟我们 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她还又哭 讲到她就说 我看着我的儿子这样理个光头 我好心疼啊 你的光头又是好心疼 那不然理你啊 我OK啊 可是我没有要当兵啊 那就对啊 所以说芳琪如果你去当兵 她也会这样 我一定也会啊 她一定会哭 因为没有人帮她做家事 原来是这种事情 我是怕没有人宠她 可是为什么 你现在讲到这边又会难过啊 为什么又难解 她最小嘛 然后她也从来没有说 离开我身边这么久 你说毕业旅行或者是出去玩 了不起五天 一个礼拜就回来 可是她那一去 新生训练好像是 第一次是一个月左右 才能够回来 你知道她去当兵的 第二天还第三天 我在拍戏 然后放饭的时候 我手机响 然后是没有号码 我心里就在想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电话 我还是接了 我一接下来 我说喂 就咚 观众电话的声音 她就说 喂 妈 是我 我说滴滴 后我就哭了 我说你在哪里 那个画面堪比连续剧 让我最想要走这个行业的 一个最重要的点 就是因为 我们家管得很严格 那我就觉得 当演员这条路 就是你好像可以去体验 别人的人生 她那个控制欲的那个 起手势就是 我怀她十个月 妈 我不是早产而已 当然是主意的时间不好升下 我在拍戏 然后放饭的时候 我手机响 然后是没有号码 我心里就在想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电话 我还是接了 接下来我说喂 就咚 观众电话的声音 她就说喂 妈喔 是我 我说弟弟 后我就哭了 我说你在哪里 那个画面堪比连续剧 你们知道吗 当然是在兵营喔 对 她说我在营区 我说你吃饱了没 她就说她吃饱了 我说那你怎么会想到 要打给我 她说每个人有一个机会 可以打电话 我昨天有打给爸爸 所以今天打给你 你看她多会 好听喔 知道妈妈会担心 我也知道她不会有什么事 可是她就是一个报平安 对 这就是母子相连嘛 因为她从来没有离开 我身边这么久 很多东西 你就会有想像空间啊 就会担心她会不会怕 能不能承受啊 而且十年后 我老三也是儿子 我老药也是儿子 当兵的时候我告诉你 我再告诉你 我会不会这样 如果你哭得比我惨 你就不要说 我如果我哭得比我惨 我就过去跟方琴说 我懂你妈妈 你不要这样 她不是这种男轻女 她就是一个妈妈的心情 真的就是这样啊 妈妈的心情 我为什么那天回家会哭 真的 我就走到房间门口的时候 我就看 我说弟弟 你为什么剃光头 她说 叫我进去就不会被找麻烦 我通通剃光啦 好乖喔 可是 我就很难过 我就说 弟弟 因为自从你上次剃胎毛以后 我就没有看过你光头了 我真的就想 我要是怎么变成一个光头 佑南姐 我发现你戏可以演那么好 完全是因为你本人就是一个 真的 她本人真的很戏剧化 感性到一个爆炸的人 她真的是一个戏剧化的人 她在家里就是每天都是 很drama queen耶 真的 就是是个很生活的事情 对 你也没有想要 感情很丰富的 是啊 太可爱了 所以你看 我觉得你看 妈妈对女儿 还有外婆对孙女 所以你们全家 就是那种感情的连结很深 那也是为什么看到这个戒指 其实 妈妈也很难 会很难过 对啊 就是想到 阿嬤对她的爱 阿嬤对我很好 就是疼 一路疼 疼女儿疼孙女 对不对 还有故事我等一下后面 可以再慢慢分享 阿嬤多懂我 真的喔 所以这个价值 当然我们还是要评价 可是我们知道 那个情感是无价的 对不对 好我们也来评估一下 这个价值我们没办法说 好我们两婚女一起请见价 来 请见价 你看是真金 你看 这个戒指是 纯金的 大概是两钱 两钱的金子 大概现在市价 应该是在一万四千元 是 但是价值就不一定了 因为阿嬤送给你的 他代表了一份爱 那这个没办法评估 而且听刚才那个价乃妮讲 我觉得你们家的好温馨喔 对啊 真的啊 你像说儿子去当兵四个月 对 你就是这么... 这么有感觉 或我当兵当中三年耶 我妈 她一定感觉也没有 妈妈 你不是我儿子 不然我会哭死 我妈的原因 都不都这样跟她 製作人家讲说 你可以放我两天家吗 不得有一个二次 好有大爱 霍兰姐真的很有大爱 你看看 臭吉妈妈 臭吉妈妈 对啊 太可爱 我再来看下一件 来我们下面一个 好 就是一个 这个 这个观世音菩萨的项念 是我大概十五年前 在花莲拍戏的时候 认识的一个大哥 对 然后那个大哥他是 有投资那个 就是木雕 做木雕工厂的 就他们都有 还有做大型家具啊 桌子椅子 然后那时候 因为我们剧组拍戏 然后有请这个大哥 帮忙嘛 后来有一天 他就请我们大家 整个剧组吃饭 然后吃饭的时候 刚好我的位置 就在他旁边 就多聊了两句 后来大哥就 就跟我请教了一些问题 然后刚好他女儿 很喜欢某一个男演员 然后那个男演员 跟我同一家公司 他要他签名照 我二话不说 马上手机就拿起来打电话 就请师兄 签了两张照片 马上就记下来 然后就寄到花莲给他 然后那个大哥就觉得说 他不知道说艺人可以 这么亲近 这么愿意帮忙的 我就说还好 就因为刚好同公司 所以我觉得OK 然后后来有一天拍戏 收工的时候 他刚好在街上 我就遇到他 然后他就问我 要不要去他们家泡茶 我就找了另外的演员 一起去他们家泡茶 他就觉得我很善良 很可爱的一个女生 很平易近人 然后我就刚好 我老公打电话给我 我就跟我老公讲说 我在那个大哥家泡茶 我就说他们刚好有那个 在做那个桌子 椅子木头的 我说我们家刚好要需要 一个那个小桌子茶桌 我说那我要不要 就在这里买 可是这种东西 不可能太便宜 我们要了五个椅子 还有一张桌子 他就问我说 我预算多少 因为我真不懂 然后我就说 我大概只有 一万五的预算 很不是行情的话 因为我不懂 然后他就说好 那就一万五 我帮你那个车子送到台 运费也不止啊 对 然后我就想这大哥 怎么这么好 然后就有一天就 请我们全家去他们家吃饭 然后他就说 他给我一个见面礼 他希望观世音菩萨 随时在我旁边 他觉得我的那个主神 应该是观世音菩萨 这个不容易 这个缘分就不容易 是不是 你去工作 然后遇到一个非常好的人 对 像你刚刚说一万五 一万五 大概哪一把椅子吧 我真的不懂 我老公也骂我 运费一万二 三千 这个怎么处理 就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缘分 结缘之后 所以就一直带 就一直带 因为我觉得那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 祝福 对一个祝福 好 所以也是很有缘分的祝福 我们也来评估一下 到底这个 欲观音价值多少呢 来 请 请建架 一万五千元 这是一个白匪 白匪 但是种水是普通 普通 那掉落是观世音 他代表的慈悲 代表了一种这个 应该讲说是关爱世界 就保佑你能够平安喜乐 非常好 他就说我自己在外面拍戏 有时候奔波 他希望观世音菩萨 就这样一直保护我 这个没问题的 我看得出来 对啊 说实在演员也很辛苦 你知道我觉得方琴 你从小跟着妈妈这样看着妈妈 一路这样演戏啊 到处工作啊 但是我比较意外的是 你居然也愿意要继承一波 跟妈妈走同行 你不会觉得小时候 看到妈妈这样子很辛苦吗 你不会觉得很辛苦 因为我觉得说真的 我觉得辛苦是各个行业 都会有各个行业的辛苦 那我只是刚好看到 就是这个行业的辛苦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最 让我最想要走这个行业的 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因为 大家应该听得出来 我们家管得很严格 从小爸爸妈妈就让我 就是在很严格的环境下生长 所以我有很多事情 是都不能做的 为什么那么多笑声怎么了 就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那我就觉得 当演员这条路就是 你好像可以去体验别人的人生 我真的也在演戏当中 体验到很多我 事情上当中不能去做的事情 例如说什么去 飙车喝酒之类的这种 可能跟人家去什么唱歌夜唱啊 去什么西边怎么样干嘛 就是我觉得我在戏剧中 就是都有体验过 所以我觉得很棒 我跟你讲 我懂你的心情 我从小我爸妈 不让我外面过夜 然后很多家规 超严格 他就是这样 所以我才会七岁那天 我就结婚了 因为我跟着我老公 我就可以到处去 你知道吗 想喝酒就在家啊 有没有 要去约会可以跟他一起过夜 所以我就用婚姻来 你姐姐在暗示我要结婚了 对 所以我在暗示 佑南姐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17岁可以啦 可以啊 对不对 对啊 我跟妳讲方琦 我今天真的很替妳担心 因为我完全就是妈妈派的 因为我外观 我女儿滚得很遠 不行 就是因为 我差不多也是这样子 而且我就是因为觉得 他太可怕 我就觉得妈妈 他控制力太强 然后我就是有的时候 真的都很受不了 然后身边的人其实也都知道 其实包括我们公司的同事 或长官 他们都知道妈妈 是这样 这么高压的对我 然后长官就是有一个 有一天 就瑞典姐 他跟我讲说 没有 他就跟我讲说 他们就有啦 有的时候会覆盖 还是会覆盖 就是跟我讲 宇宙欣常长官跟我讲说 方琦 我跟你说 你既然觉得妈妈这样 对你很高压 你以后千万不要跟妈妈一样 就是有一次 我们去录一个节目 我就有讲 大概提到这件事情 他就说 这一集你要录下来 你以后当妈妈 你要拿出来看 你不要让你成为 跟你妈妈一样的妈妈 我就说 对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以后搞不好 我也会用 妈妈对我的方式 去对我的小孩 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 最不喜欢这种方式 所以我觉得以后 我真的可能会把那一集的节目 录下来 包括我今天在这边讲 我搞不好都录下来 以后警惕自己说 都有录出来 不可以成 就是像我妈这样子的吗 方琦 我跟你讲 我妈就这样对我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这样对我 你很愉快 不愉快 不愉快 對不起 开玩笑 我怀她十个月 我吐 孕吐 吐到后来都出血 中刀胎嘛 那时候很辛苦耶 而且那时候刚开始初期 我打了安胎针 打了多少 所以她是我 妈妈 刚刚这个 你们有听出她的重点吗 她那个控制欲的那个 起手势就是 我怀她十个月 不是 我 不是 就在家里都是用这个开头 起手势又很难 对 然后我一直 很好的这件事情就是 毛毛不是早产而已 你当然是逐月十月不好 剩下 你为什么一直拿这个 当起手 等有一天你怀孕 就这样 整个怀孕的过程 你都要担心她的安危 我知道 我知道 这爱得太浓烈 这对母女真的爱得太浓烈 我先看一下宝物好不好 我看看 这为什么这个有金又有银 这就不可能是方琦的了吧 这个还是我的 我们都没有 这个还是我的 真的啊 她有另类一个年轻人 然后什么金戒指 银牌 对 因为就是一样长辈送 这一样是我阿嬷送给我的 阿嬷好真意 我刚刚说我故事要留到后面讲 这是我阿嬷送给我 然后 这是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阿嬷她就是 真的一样就是从小知道 妈妈她比较重人轻女 所以阿嬷她都会 快哭了是不是 快哭了 你不要乱加料 什么这样从小知道 然后因为我们平常 阿嬷在生病之前 她是住在桃园 然后我们时不时 都会跟阿嬷通电话 那这个龙牌是我在 好像我高三的时候 前一年 我忘记是时间 我有一点忘记 反正就是总而言之 那时候新闻有报说 要出这个纪念龙牌的时候 新闻在报 然后那时候刚好 妈妈跟阿嬷在讲电话 那我就是也想说 也没有关系 我就看到这个 我就说 妈你看新闻在报 这个龙牌好漂亮 然后因为我觉得 就是东方人 不是都很喜欢龙凤吗 我就只是觉得这个 那时候新闻在报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龙牌 很有气势很漂亮 我说这个龙牌很漂亮 这样 殊不知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阿嬷在电话另一头 竟然有听到 对 然后阿嬷去排队 隔几天 她从桃园坐计程车上来 送给我这个 然后她其实 我觉得阿嬷就是送我东西 但她又怕妈妈会生气 觉得她乱花钱 阿嬷就跟我讲说 这是那个阿嬷要送给你 就是上大学的礼物这样子 然后她也是跟我说 你要收好 然后我就觉得 阿嬷真的对我很好 是 这个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景 阿嬷从桃园来 对不对 然后买了这个 而且这个是龙年的 台湾银行发行的 那这个时候发行了两枚 一枚是银币 一枚是金币 是从瑞士的这个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造币厂 做出来的 农年的时候是民国一百年 就十年了 那个时候你就要十七岁 这个这个是一个一百克的银币 银牌也称银块 这个其实算是蛮贵重的礼物 为什么呢 因为像这一类的东西 它不是说花钱就买得到 因为它是经过时间的这个地盐 这个东西越来越稀有 当时它是做了十万个 现在在市面上流通的不多 所以这个阿嬷送给你这个东西 随着时间会越来越争执 可见 可见你阿嬷真的很喜欢 但是我这边也要断言 你以后会跟你妈妈差不多 我自己看看 这不是我自己买的 因为我 这个是我干爹送给我的 其实我觉得 芳芸你可以戴这表 这个很漂亮 年轻女孩 今天有来有赚 等下一出生 我这边也要断言 你以后会跟你妈妈差不多 你看看 这个消归潮水 你看我的经验就是这样 我今年六十几岁 我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我看到我爸爸那种言行举止 没有一点我看得顺眼 心里面那个打鼓 那种反抗你知道吗 可是我现在六十几岁 我现在跟我爸一模一样 奇怪 我说 我那个时候是非常讨厌这个行为 为什么我现在反而都表现出这种 当初我不以为然的东西 所以这段话要录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银牌 这个是龙行银牌 在龙年就是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发行的 当时的话是 应该当时卖的时候 大概是六千多块 那我们来看现在值多少钱 好喔 搞不好会翻倍 来 我们来看看 请见价 请见价 现在 但是我要跟你提一下 阿嬷送给你这一样东西 你一定要知道怎么保管 只要是金币或者是纪念牌 它都是镜面处理 有没有 这个镜面处理是最难保管的 如果你把它打开 你如果把它打开 你如果用手指头去摸的话 就挂了 而且因为你的指纹 马上就贴在上面 所以你不能去碰 所以你应该把它 盖起来以后 放在这里面保管 然后呢 如果你对你阿嬷 如果有一些感触或者思念 你可以写一个小卡片 放在这边 然后呢 然后每次你想到阿嬷 都写一个小卡片 然后慢慢慢慢累积 这个 这个宝物 就会变成一个 非常有价值的穿家 对吧 对 好 这样 这真的是一个好方法 真的 因为每一年想要对阿嬷 讲的话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以后回过头来 看看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很多思念 都在那里面 对 而且每一张卡片 是一个故事 真棒 以后就是他的阿嬷的 章属的回忆故事 对 也不会把阿嬷 他当时的那个排队 然后亲自送来的那件 事情忘掉 对 不然忘掉没关系 看录影 这一集又可以翻出来看 一样 但是接下来这个宝物 这是谁的手表 这是我的 可是这个很大 所以你喜欢那种 我喜欢大表面 可是这不是我自己买的 因为 这个是我干爹送给我的 可是 我说真的 我不懂表 我不懂表 然后干爹送我的时候 他想说我是女生 这个当下的表带是黑的 后来给我的时候 还有五六个表带 有红的 有绿的 然后有黄的 有咖啡色的 他就说 我如果哪一天看不喜欢了 我就可以自己换那个表带 那我那时候只是觉得说 咦 干爹送我这个表 当然那时候是我生日 然后因为我帮 就是 那时候干爹办活动 我去帮忙去推广 然后跟着跑 很多活动 他就说很多事情 他反而就没有再去 请一个员工来帮忙 然后我就这样帮忙 所以那一次活动结束 刚好有我生日 所以干爹就送我一个这个 我本来是想说 他应该不会买 这么贵的 我是不知道他多少钱 所以说你干爹 能不能买一样东西送给你 我觉得那些东西 一定价格不菲 我就不懂 因为我不懂 所以我帮你看 而且我带了那一次 然后我又觉得说 我带了很好看 我就拍照传给我干爹 我干爹就立马打电话给我 不是回我信息 他说 那出门 塑膠不要丟掉 所以我一直看 不然我也一直 我也一直都没有撕掉 是 对 他旁边有个 橡胶圈對不對 真的 这样子 所以佑南姐 你真的是 我发现你就是那种 很有益气 然后很重感情 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的 就会做 就像现在不是大家流行挺医护啊 我看你就送了好多食物 还有防护衣 对 防护衣 然后还有面罩 还有那个补给品吃的 还有大家手都皱了 我就送那个护手上 对 我觉得 真的不用去比较说要多贵重 是我们有心 然后愿意花那个时间 送到这个低线人员手上 我觉得那是一种成就感 你看他们每天这么忙 然后还出来 那个脸上都是那个 那个帽子口罩的压痕 然后嘶哒哒的还跟你说 谢谢 谢谢你们怎么 还从台北跑来 谢谢 谢谢 你知道那个当下 我已经不管什么 要保持距离 我就过去就抱他 我说谢谢你们 这么认真的努力救我们 就觉得这些一线人员 太伟大了 所以你看台湾就是需要 多一些这种 对 我觉得就是要 给他们肯定 他们的付出 我们要献上 我们最直接的感受 谢谢他们 因为他们这样子做 我觉得谁没有家庭 俠女真的不是白眼的 现实生活也是 非常的有情有义 金老板看什么样了 这支手表 这支手表是佩娜海 佩娜海就是我们表届 这个流传的所谓三批之一 三批就是百达斐利 AP跟佩娜海 这算是一个非常奢侈的奢侈品 真的假的 佩娜海的手表 都是在十几二十万起跳 又难姐不知道 对不对 我不知道 如果她是真的 如果她是真的 那就是十几二十万起跳 如果她是假的 其实也不要太惊讶 为什么呢 因为佩娜海假表太多了 所以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很乾淨 应该不会送你假的吧 我也不知道 不至于 OK 好 那我们来揭晓一下 好不好 揭晓一下 好 我们来评估一下 請假 十五万元 你看这里又很贵 你看很漂亮的配合 真的 其实我觉得 芳芸你可以戴这表 这都很漂亮 年轻女孩戴她今天就穿上 你为了要考验妈妈 是不是重男轻女 你今天现在 你就应该跟妈妈提出来 就戴上 这个表就应该交给你 来保管 然后我马上戴她 但因为这是我亲生的女儿 所以转送给她 也没有关系 所以给女儿OK 你看芳芹你忙赚到耶 今天有来有赚 結果等一下 一出生 就把她抢走了 又带回去 又要放回盒子里面 这样子 她是说三个轮流 一 三 五 二 四 六 都不会了 这样子是不是 这样你就会又说 这种男轻女 所以今天应该芳芹 应该蛮高兴的吧 跟妈妈这样一起 分享这么多的保股事 对 对不对 很开心 很开心 而且我觉得你有沒有发现说 其实妈妈对你是真的 那是真爱 因为不管再严格 对不对 或是要求的再多 其实是出自己爱 当然啦 如果不爱 规矩就不会定这么多 我不可能把那个规矩 放在你女儿身上 因为它是你的宝 不是我的宝 所以我的宝 我当然会呵护好 而且我说真的 顾儿子跟顾女儿 我也是当了妈妈以后才知道 不可能一样 是不一样的 真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今天有没有 什么话想要跟妈妈说 既然都说讲到妈妈的爱 其实我还有一样东西 想要见价 可不可以帮我男友 我其实还有 最后一样东西想要见价 今天不就带来这边东西了 没有 还有一些样 隐藏版的东西 而且我知道就据说 你今天带来的东西 妈妈都要审核过 对 妈妈都要知道她先带什么东西来 结果她还有隐藏版的东西 好 上这边 上这边好 所以你看方琪也是会 不按牌里出牌的 总不能什么都让她知道吧 这是什么 这个 我要简单介绍一下 我要拿起来 她的最爱 玛丽猫 我拿起来 玛丽猫 对 是方琪的最爱 这个是一个 迪士尼的卡通人物叫玛丽猫 这是她的水晶拼图 然后这是我们 全家一起去日本玩的时候 妈妈帮我买的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 我自己知道它是比较 对我来说是意义性质 因为我之所以会喜欢这个卡通人物 我不知道妈妈记不记得 我之所以会爱这个卡通人物 这个卡通人物从 我从 我国小就爱到现在 我已经大概 快要20年了吧 差不多 对 那我会爱这个卡通人物的原因是因为 妈妈她在我国小的时候 她很 有一段时间很喜欢那个织毛衣 她从 她一开始是从织 维巾帽子 到后来她整个她进化到 她可以织毛衣 好厉害喔 对然后有一天她就拿了一本 迪士尼的目录回来 那时候就是日本出的一个 那种迪士尼的目录 就是是专门是织毛线 她就说 你们有没有喜欢的 毛衣的样式 妈妈织给你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 看到了有一件 马力猫的 样式的毛衣 我就说我喜欢这一个 然后那时候我只是看过 这个图案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卡通人物 谁 对 然后妈妈帮我吃完 这个毛衣之后 然后刚好妈妈又吃得很可爱 我觉得妈妈吃得 比那个行路上原本的样子 还要可爱 我就从此爱上这个卡通人物 那时候妈妈开始知道 我喜欢这个卡通人物之后 我们出去只要逛街 她只要看到马力猫的东西 就是她都会想到我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每次只要看到马力猫 其实也是 虽然我很爱马力猫 可是我觉得就是更爱马马 因为我知道 就是当时是 因为以前我帮她们织毛衣 我就想说一般毛衣的变化 就是颜色或者是样式 实在卡通人物上也没多少 后来她们就有自己喜欢的 卡通人物的时候 我就问三个小孩 你喜欢什么 你喜欢什么 然后她们就跟我讲 真的是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妈 她应该不知道 其实我喜欢马力猫 也是就是真的是因为她 她可能都不知道 也真的不知道 但今天带马力猫来 真的可以见价吗 请老板 太感人了 就是还是可以见价的 首先 她是一个拼装的 水晶拼土 这就是 太敏感了 对不对 非常敏感 很容易碎裂 所以这个 这个我觉得很有价值 那我们也来评估一下 它大概是多少 也可以 你看看 好喔 OK 好 来 请见价 可以是一个妈妈 对不对 太棒了 今天谢谢佑南姐 谢谢芳琪 好好好相处喔 好好好 记得喔 下次再来玩 谢谢